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是 这台宾德不是宾德 李光的GR 李光GR这是第二代 GR第二代 其实我个人对于宾德或者李光的相机并不是很感冒 所以说这台相机是我们的赞助商 我们的金主威鱼共享相机提供哪 因为他做相机租赁 发现好多人都在问这台相机 然后他就进了很多台 其实我之前也没有用过宾德和李光的相机 所以我就拿了一台 玩了几天 然后研究了一下 那么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虽然说我并没有认真地拿这个相机出去拍摄 当然以后也不会出实拍的视频 因为我觉得这台相机 它其实我个人认为 完全是为了街拍扫机来设计的一台相机 我个人又不怎么拍扫机的东西 也不拍人文 所以说对于这个变形性的需求也没有那么高 这台相机变形性很高 所以说怎么讲呢 实拍的兴趣不是很大吧 我也不知道拿这台相机拍什么东西 也许以后会拿着出去拍一起死房吧 好吧 我们现在直接开始看吧 那首先介绍一下这台相机呢 它非常的小巧 一个手掌就可以拿到了 但是它是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所以说画幅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它所携带的这个镜头呢 是18.3毫米 它实际上是等效28毫米的一个镜头 所以说这个视野呢 比较广一些 都是非常的适合平时记录啊 然后一些人文啊 扫机啊 非常方便 比富士的相机 比如说X100 35毫米要广一些 随身记录非常方便 你打开它以后你会发现镜头也就这么长 所以说就是看起来非常小巧 它的光圈呢是F2.8的光圈 所以说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大的光圈呢 在一些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进光量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而且它又是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所以说画质的还是不错的 外观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是开关然后快门样子做的像个胶囊一样 然后是一个前波轮模式拨盘 但是这个模式拨盘是有个拨盘锁的 好烦啊 为什么要有拨盘锁呢 也就是怕你不小心碰到吧 这个拨盘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是 它跟其他的相机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有个叫TAV的档位 这个TAV的档位呢 我研究了一下 其实看起来就像是其他的相机的M档 并且使用自动ISO的一个档位 就是说在这种在这个档位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设定好固定的光圈和快门 但是ISO是自动了 宾德的相机上都有这个TAV的档 这个毕竟李光是把宾德收购了嘛 毕竟是宾德的东架 有一个这样的档位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奇怪的 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这样的档位 后面有一个拨杆 这个拨杆呢 奥林巴斯那个相机上有 这个拨杆可以快速的调节一些参数 然后也可以当做一个后拨轮去用 然后这个拨杆也是可以按下去的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 后面我们讲这个自定义功能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边这个也有一个拨杆 这个拨杆看起来特别像索尼A7系列的相机的拨杆 拨到上面以后这个按钮的功能 拨到下面以后这个按钮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面再仔细讲 然后右边呢 又有一个上下的按钮 是一个放大和缩小 那同时它也是可以更改曝光补偿 也挺有意思的设计 然后下面是四个按键 就是一个四方向的按键 然后中间是开启菜单 然后下面有两个按钮 左侧这边门打开有两个接口 上面这个接口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接口 这个接口我只在尼康那种低端的相机上看到过 那这个接口就是一个应该就是一个USB的接口 而且呢这个接口是可以充电的 也就是说可以插USB充电 这台相机它并没有送别的相机那种一个充电器 所以说你要想要充电的话 就只能够通过这个接口来进行充电 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你出门在外就找不到插座的地方 可以临时的充电 不会说拍到一半没有电 那左侧这边是一个WiFi的按钮 这个按钮也是可以自定义的 然后上面是一个内置的闪光灯 可惜这个闪光灯不能跳闪 屏幕呢不是触摸屏 不是翻转屏 所以我就不讲了 然后我就说一下这个机身的手感 这个机身手感 这个大部分摸起来都有那种磨砂的感觉 但是感觉起来就是像那种 如果你摸的多了以后 它就会油光增亮的那种磨砂的材质 但是具体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呢 我不清楚 因为我就摸了几天而已 但是还是有点担心啊 感觉是不如金属的材质 那么耐磨的样子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吧 打开以后呢 它启动还是挺快的 所以说这非常利于你抓拍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吧 或者后面这个拨盘 这个拨杆 你按下以后 它会有一些非常多的这个快速的设置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片模拟啊 这个很多接拍的人很喜欢 就是因为他可以立刻看到一些效果 比如说副片的效果 比如说一些正片复充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一些刚对比度的一些 这种什么深山大道的这种风格 这些滤镜都很有意思 我自己用的话 因为都知道我拍肉比较多 所以说这种滤镜嘛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 但是挺好玩的 像富士相机一样 都可以给你提供很多模仿胶片的效果 就是在这边这些设置的话 这里面上面这几个菜单是可以自定义的 在菜单里面是可以自定义的 可以快速的更改 比如说它这边有这个1比1画幅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快速的调整对焦 然后右侧这个是更改曝光不长 然后可以看到上下更改曝光不长 但虽然没有曝光不长的波轮 通过这个方式更改曝光不长也挺快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的 但是它更改曝光不长以后 必须按OK线才能推出 如果你是直接按快门键的话 虽然也可以拍 但是它还是不会退出曝光不长的界面 然后是左侧这个波杆 它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设置成AI方 就是按住它对焦的时候 那么它可以临时的更改对焦区域模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广域的模式 但是你按这个AI方的时候 它可以临时变成精确对焦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对焦点 这个也可以在菜单里面设置 波动到下面这个波杆以后 它就可以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单次对焦 但是你波动到下面这边以后 后面这个按键就会变成连续的对焦 你只要按下之后 它就会变成连续的对焦 就是单次对焦和连续对焦 因为这个机身上是没有 你可以看到这个机身上是没有切换 单次对焦和连续对焦的功能的 通过把这个波杆拨到下面之后 上面这个快门半按是单次对焦 下面这个AI方按下去的时候 就是连续对焦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切换对焦模式是非常快的 你想要快速对焦或单次对焦 你只要按不同的按键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 你就直接按快门的话 它就是一个连拍 比如说这个按键就是 然后是上面这个微距模式 打开这个微距模式的时候 它这个制定的对焦距离会变近 那么你想拍摄一些比较精细的东西 还是很方便的 左侧这个按键是 默认的情况下是更改对焦点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通过方向键更改对焦点非常非常的满 好吧 有点搜不了了 所以像我这种经常改对焦点的人 来说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呢 这台相机主要是为了快速抓拍用的 它有一个快拍功能 快拍功能就说 我们现在办快门的时候 它是先对焦 然后再进行拍摄 对吧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叫快拍 你是直接完全把这个快门按下去 它就可以不用对焦 然后会提前把焦点移动到一个你预先设置的位置 假如说你经常会从某一个距离拍摄 比如说1.5米或者2米以外 拍摄 你就可以把这个距离先设置到那边 然后利用这个快拍就可以抓拍的非常快 就不用对焦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这个叫自拍按键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定时拍摄的按键 当然它也是一个自定义按键 跟左边的这个对焦点更改一样 它是两个可以更改自定义设置的 然后右边是切换显示 但是如果你查这个显示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调出这个什么水平菜单 这个我是看说明书才看到有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playback 那么来看一下里面的菜单 我个人有仔细的看过DR2的说明书 很多的设置就是为了快速抓拍而准备的 但是也并没有完全的搞懂里面 所有的项目都在说什么 如果我没有讲到的地方 或者是讲了不对的地方 你们可以帮我纠正一下 首先这个是对焦系统 对焦模式 这边可以选单点多点精确对焦 这个就是这个对焦点的大小了 这边有多点就是比较宽广一点的 然后还有智能跟踪 这个我用的比较少 我会发现它经常会跟错对象 这个用的比较少 手动对焦 你要按下这个微距按钮 然后手动的去拨动前面这个拨盘 它可以手动的对焦 很有意思这种方式 快拍就是立刻的移动到某一个距离 下面是斜的 快拍固定 快速固定距离对焦 它就是只在这个距离 立刻把这个镜头的对焦移动到这个位置 那么假设你经常会在11.5米或者2米 进行拍摄的时候 这个就很方便 不用对焦了 按下快拍就可以立刻进行拍摄 它的焦点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完全自动对焦 我并没有搞明白是什么意思 效果格式 效果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IJS菜单 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知道这台相机是等效28毫米的镜头 那么假如说你想要拍摄一个35毫米或者47毫米的焦段的效果的话 你就可以设置这个功能 但是虽然说它视角像这个焦段的镜头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剪裁 肯定会减少很多像素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边还有连拍 你看到没有 这个连拍是在一个菜单里面设置的 当你连拍的时候 它就是按一次快门 它就会拍多次 包括是曝光 就有什么白平衡 效果或者是动态范围自动曝光 就是你拍三张 然后有不同的设置 然后这个ISO感光度 其实我没有搞清楚 这个自动和自动高感度有什么区别 说明书也没有讲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说 我觉得我李光应该再讲得清楚一些 它里面还有一个ND滤镜 比如说在白天 如果你想要降低这个进光量的话 可以打开 这个很有意思 它内置的这个闪光灯 是可以隐闪外置闪光灯的 就是这个闪光灯可以主控 但是它是主控宾德的闪光灯 然后下面是这个自定义菜单 这个自定义菜单 它上面可以看到是 可以有一个M1M2M3 它可以保存很多设定 你可以 你可以 哎呦 卧槽 对不起 可以保存到拨盘上 也可以保存到个人设定盒 可以保存6个 也挺有意思的 虽然说它这个菜单比较多 当然你可以存好 然后到时候用的时候掉出来就可以了 Digi杆 就是这个Adjust杆 这个设定 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可以连拍什么的 如果你经常要更改的话 可以设定这个地方 Adjust直接ISO控制 如果你是关掉的时候 它是拨这个拨杆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如果你设程开的话 你可以直接通过右边的拨杆去更改ISO 你可以从下面看到 因为这台机身上没有更改ISO的地方 通过这种方式来更改ISO还是比较方便 但是容易误触 反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Function1按钮 Function2按钮是可以单独设置的 这边也有很多可以快速调整的设置 你像这边可以快速的 这按一下的可以在28毫米 35毫米 47毫米之间剪裁精裁切 所以说 如果你临时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焦段的话 设定到这个按键上 别的包括像这个AF MF Snap这些就是快速的在对焦模式之间切换 也是为了抓拍而添加了一些设置 这边反正自定义设置还挺多的 效果按钮 效果按钮其实就是一个WiFi按钮 这个WiFi按钮其实也是个自定义的按钮 你可以设成跟别的是一样的 这边就是可以设置 当波动到上面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临时切换的这个对焦模式 单点对焦或者多点对焦 你按这边这个快门的对焦模式 和这边这个按钮的对焦模式 是可以快速切换的 有点像索尼A9的那些设置 一键M模式 我也不知道这个一键M模式是什么意思 没有用过 这个快门按钮确定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是更改包装补偿的话 没有设置成那个快门确定的话 你每次按下快门 它这个还是会留在 包装补偿设定的菜单这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快门按钮确定 给打开的话 那么就可以立刻退出这个模式 这边有一个有意思的设定 就是自动对焦模式 是个标准还是高速 如果你设置成高速的话 这个对焦的时候 这个画面会没有任何反应 就是它这个LiveView 就会卡 就卡了比较厉害 就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资源 都暂时是用给了这个自动对焦上面 如果你选择标准的话 它的对焦速度会慢一点 但是画面是连续的 这个Display按钮设定 就是切换不同的试图 但是点进去以后 发现茫茫多的设置 都可以自定义 它上面写的123 意思说按Display按钮 一次两次或者三次的时候 你要显示什么东西 但是你怎么改这个设置呢 菜单告诉我 你要按这个按键 那就改 如果你直接按OK键的话 是直接退出这个菜单了 想要改它的话 只要按上面这个按键了才能改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一键缩放就是在Playback的时候 直接按中间的按键 就可以立刻的检查焦点位置 还是不错的 其实它这个菜单里头 内容并不是很多 而且回放的时候 这个菜单和拍摄的时候 菜单是两个菜单 回放的菜单的话 可以进行一些roll的处理 一些机内的处理 有些这些功能 那基本上有的没的都讲完了 我觉得因为我就用了两三天的时间 也并不是把这台相机摸得很清楚 但是从刚刚介绍的那么多外观 按钮 菜单 可以看得出来 李光的GR2这台相机 就是为了快速的抓拍 平时这种人文的记录 一些街拍准备的一台相机 如果你是对街拍很感兴趣 对扫街 想要弄一台非常趁手的相机用的话 这台相机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画幅也在那边 APS-C画幅 光圈比较大 F2.8 而且视角也比较方便 等下28毫米 而且它本身这个机圈比较小巧 放到刀里面非常的方便 而且单手缺 单手缺 想拍个闪光摄影啥的 也是很方便 直接闪光能闪在对方脸上 是吧 你知道吗 我其实忘说了一个功能 就是视频的功能 现在相机是有视频功能的 但是呢 你只能说它是可以拍视频 视频的连续对焦什么的 基本上等于没有 所以说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扫街用的相机 好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因为我也不扫街 我也不拍人文 所以说对这种机器的兴趣不是很大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Thank you